台积电半导体 半导体设备的确就是台股 这波冲锋高点的最主要工程 那个股涨上来了 本益比因此拉高了 那有没有一些还没涨的 但是营收获利 也有一些好成绩单的优质股 能够在这里有一些比价的空间呢 汉伟 其实现在半导体相关族群 要找到还没有涨的股价 真的很小啦 但有一些涨幅相对是比较落后 但整个产业前景还是相当的乐观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五四三四的一个重月 重月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它在十月份 十月份营收都创下历史的新高 前三季的营收 也是来到历史次高的一个情况 那它目前主要的一个题材 是在说它在 七奈米的部分接到台积电的订单 光主义的需求 因为明年这个台积电 是产能满载的 所以明年整个光主义需求 持续在看窍当中 那只是说就它的法说会提到 在矽晶圆这个区块来看的话 因为目前客户产业到期 所以明年有重新溢价的空间 所以矽晶圆业务稍微有一点杂音 导致它这个波段股价 跟这些半导体的标股比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落后 但刚刚提到的重点 既然台积电都能够充到350块 充到二几倍本益比 当然对重月来讲的话 就会有这种水的一个 母基代表机水涨船高的一个现象 所以它股价的现行 最近出现了连续性的一个拉升 但它这个拉升的幅度 其实现阶段是来到15年新高附近 那股价基本上就沿着五日均线 呈现一个创高的格局 而且最近在外资 已经连续好几天的一个买超 也代表说整个外资的买盘相当的稳健 只要台积电或说相关的半导体的轮动 都还有创高的格局的话 我觉得它都还有很大的补涨空间 就它的一个股价位置来看 我觉得不算非常的高啦 那只是说因为这一档股票 它过去的一个流动性是比较小一点 所以稍微可能卖压比较重 就是你看到外资开始有买转卖的时候 可能股价就会有一些拉回的一个风险 但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介入的一个买点 那第二档股票也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明泽提到了 整个记忆体的一个区块 其实事况回温了 那做记忆体封测的历程 它整理上你可以看到 最近它营收开始很明显的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所以记忆体的报价 所以内部学报价的一个指纹 对它的一个营收贡献看起来明显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回温的一个现象 这样说整个高阶制程 目前在所谓Netflix这个区块来看的话 历程它的高阶制程的一个订单 开始有加温的一个现象 所以目前对它明年的业绩展望 他们公司这个把说也提到了 它明年预计要做一个扩产的一个动作 所以既然明年记忆体是稳定的 这公司又扩产 订单的能见度又高 是不是代表明年历程的一个营收 就有机会走出谷底 反而有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历程就它的一个基础线形 它周K是出现了联赫宏的状况 股价经过差不多将近一个多月的一个 高档时间的一个横盘整理 出现了一个再度转强的一个发展 也代表说从它的一个线形架构来看 虽然说已经100块了 但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它并不算是涨非常多的一档股票 那如果随着这个记忆体 真的明年是把人都看好了一个族群的话 也许它未来还大有机会 你看外资的部分从这个今年差不多 八九月开始就连续性的一个买超 买盘到现在都还没有间断当中 都代表说外资目前还在锁定 整个记忆体它的一个区块 会有明年反弹的一个空间 那在操作上来看的话 我们回到它的一个日线图来看 从它的一个日K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 最近日K连三红之后拉上去 在上个礼拜五台股创高的同时 高档流的所谓的一个黑K棒 但你可以看到股性 基本上我觉得是比较牛皮一点的一档股票 因为虽然说记忆体的一个回温 但是因为大家对它未来 还是有一点点杂音存在 所以短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用急着做一个追高的动作 但你看它均线 目前是呈现所谓均线的多头排列 其实纠结再度发散 也代表股价假设有回到 无限的一个支撑的话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低档介入的买点 下个礼拜开始应该都还是可以持续留意到 不管是在记忆体或在封测这个族群 应该都还有一些补涨的空间存在 那最后一档就可以提到了 我们刚刚在这个休息之前提到 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半导体职业 所以半导体类股那么多 那到底要怎么选 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看中美贸易战 如果说未来这个去美化 慢慢就又开始采用这个美国订单的话 对美国相关的半导体厂 其实是受惠的 5G族群 整个美国半导体 还是居所谓的一个全球技术之冠 所以干脆就买ETF吗 对 干脆买ETF 那买什么呢 其实我们台湾有一档 国泰的费城半导体 直接就锁定费城 你不管什么 罗级IC 记忆体 设备 通通一次买期 一次给你买满 一次买30档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上个礼拜 这个所谓的贸易战的一个利多 开始出来之后 费半是领先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我们大家讲说 那我去买这个国际的一个半导体指数 那会不会对台湾 台湾反而有一些股票你买不掉 买不到 但你不要忘记 台积电ADR挂牌 是挂在费半里面 而且它市值是比英特尔来得更高 代表你买这样基金的充实 其实你也在买台积电的一个个股 所以目前我觉得 就它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费半指数目前多方的架构 还是相当的完整 而且未来整个所谓的一个贸易战 如果说不要再恶化的话 整个半导体明年的展望 又开始往上拉伸 那你如果与其去选说 我到底要选5G也好 还是选这个IC设计 还是选这个AI 都有一些所谓选择上的困难的人 我觉得反而就直接去买这种ETF 一次把它都要买齐买满 那我觉得当然对于未来的一个半导体布局 你就不会错失它上涨的空间 那只是说你要买这种ETF要留意到 因为它是反映前一天晚上费半的一个涨跌幅 前一天晚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价的K线 每天就这样跳空 然后盘中都没有什么波动 也代表说它其实不太适合短线的进出 你应该等待它 比方向前个波段回测到月线 低阶进场之后 买了就做一个长期的持有 我觉得只要整个半导体的趋势不改 那我觉得类似投资这种 类似所谓的一个整个指数的ETF的话 都会带给大家不错的一个报酬 好我们今天半导体之夜 那明哲你的投资组合也要贡献几档半导体吗 好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记忆体 所以记忆体当然也属于这个半导体的范畴里面 但是我们着重的重点倒不是说 我这个单纯生产金源的这些股票 而是放在这个周边的 或者是这个联动相关性的一个个股 那首先呢 如果说我们从比较高价的个股来看的话 我想8299的一个群联 当然在它这一次的这个所谓NetFresh的报价 开始去做反弹的时候 原本对于它的一个营运来讲 我觉得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加分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嘛 就是三星跟美光 过去这一年真的是亏到怕了 所以有机会涨价的时候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做错过 所以他们已经谈到说 他们接下来都要做涨价 那包括不是生产机体的这个Intel 他们都说 接下来如果说有这个 他们在这个处理器相关时候使用的时候 其实都要去做一些调长价格的一个动作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群联来讲 你可以发现 它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其实都维持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档 那在这个礼拜之后 开始有一点向上突破的那个意味存在 所以我是认为说 因为它股价在相对低 而且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加上说它前三季 其实也赚了大概18块钱左右 以IC设计的公司来讲 这个其实本益比并不算是特别高 加上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明年的复苏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是认为说这一档个股是高价股当中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重点 那第二个个股呢 则是在这个礼拜 大概在记忆体涨幅当中 仅次于旺宏的 应该是来自于3260的威刚 那旺宏我们刚刚有谈到 它的上涨是因为那个 造益创新的一个股价大涨 但威刚的一个部分 它的一个上涨则是来自于 它的本体 这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它的确是角出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这个 11月份的一个营收来看 最后我们刚刚有谈到 就是说明年的这个 记忆体会呈现复苏 但毕竟报价还没有开始做反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 以生产金源为主 像是南亚科的部分 它11月份的营收 就是呈现月减跟年减 双衰退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威刚是少数在记忆体族群当中 它能够维持这个双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它11月份的营收 25亿 月增是18% 年增的部分有7.7% 所以这个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市场之前 这个市况很差的时候 都不愿意去做拉货 但现阶段其实有闻到那个 要涨价味道的时候 当然就会开始跟记忆体的 这个模组厂去做一个调货 而且以这个SSD的一个部分来看 它们目前其实出货量 在11月份的时候 也是创下整个这个新高 它月营收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比重 已经占到36% 那因为SSD 它是属于比较高价的产品 所以这个大概可以预期 就是说对于这个 威刚的一个营运来讲 我觉得后面 你随着高价产品出的比较多 当然你的营收 其实就会比较漂亮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它是逐步往上去做电高 虽然说在这个礼拜 看起来是拉得比较快 但的确在之前 大概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它其实大概都维持在 50块钱附近 去做一个较幅度的震荡整理 那因为你整理的时间比较长 通常这种股价 在喷出的时候 它就不会只有拉 这种大概一两成 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后续 大家也可以去做留意 那最后我们刚刚有谈到 另外一个族群 是来自于LED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LED的部分 我们刚刚其实有谈到 其实国内目前有这个 miniLED产能的 事实上只有两家 一个是2448的金店 一个是3698的龙达 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要把握这个题材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归到 龙头厂2448的一个金店上面 那虽然说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有比较这个回档的走势 但是我是认为说 如果说我们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之前那个平台整理区 大概在30块钱附近 那个时候是投信在那个地方 比较记忆清楚做布局 所以你在回到这个价位附近之后 其实等同于是你回到法人的一个成本 因此我是认为说 股价在大幅度修正的机会其实不大 再加上说以他们现阶段 因为目前可以传出的就是说 他们要跟美系的这个NB大厂 在这个最近期的时候 要推那个电竞笔电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特别谈到 miniLED它对于这个萤幕的 这个使用量来讲是比较大的 光一般的笔电 它其实用量大概就 miniLED大概就要用到1万颗左右 所以这个绝对是有效去去化 它整体的一个产能 那种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再加上说以目前 它这个miniLED占南光的一个比重 大概是低于5% 那实际上不止它 龙达也是低于5% 但明年可以成长到2成到3成 包括苹果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不论iPad或者是Mac的部分 目前传出来都是要用 这个晶电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它能够从低于5% 成长到2到3成 大家不要小看2到3成 其实你如果就幅度来讲 那个是成长6倍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长线的谷底 应该是有机会过去 大家也可以留意它 后续股价的一个表现 好 看完这些投资组合 半导体职业之后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继续来展开 这个产业当中的 这个放大镜 还有哪些产业当中 其实透露出来一些 蛛丝马迹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了解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